主席委员 大家好 我是祝父 也是公民记者 好奇宝宝 那我的意见写了很多在这里 大家也许都已经看过了 我最主要的意见是 这个主要计划跟西部计划 非常的简略 很多资料都没有在上面 看起来好像是一张红白支票 那我不知道我们手上的这个公载的资料 在网络上的公载资料 跟你们手上 因为我看到你们每一位委员 厚厚的一叠 是吗 厚厚的一叠 那我们的资料只有几张子 我们的资料非常的出账 所以我不知道说 这样的一个公载的程序 是否合法 因为照理说 公载给你们委员的资料 应该跟我们 我们这个在地居民看到的东西 应该是一样 是不是可以请主席去 去调查 去看一下 你们厚厚的一本 我们只有几张纸 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我们知的 讯息的不对的 第二 我看到报纸上 昨天的报纸上说 那个财政局已经 说四月就要招标 六月要绝标 大概是这样 我的报纸刚不知道到哪去 那我的想法是 如果它招标的资料 四月份就要开始 它显然现在已经 如火如荼的在进行 这些资料应该让我们知道 像我们在前一回合 然后博德BOT案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资料也是 在这个申请须知的时候 说有五棵老树 可是到了这个 后来是十四棵 那现在 那个文化局的老树 到底是几棵认定呢 没有 在没有的情况下 这个资料就说有十四棵 就像当年九十五年的时候 说有五棵一样 这是在空中楼阁 那造成我们民众跟 这个大会之间 吵来吵去 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先 鉴定出来有几棵老树 真正实实 公公正正的 去不被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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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绑住 这计划已经把它划定了 这一块是哪一块 这一块是什么 划成三块 那 这怎么 这老树的地位在哪里 我们为什么要有 这个老树的这个资料 我们原来有七百多棵 然后给他们 原来说五棵 现在十四棵 那是不是就逼 逼得我们必须要来抗争 好 请 请 那个 注意这个问题 好 谢谢 我们下面 屈散 也是 第三棵